台中市大理区有一位未婚的小姐肚子痛上厕所 结果在男朋友家的马桶生下了一位男婴 这个情侣竟然把小baby装在红色的塑胶袋 当做垃圾给他丢在门口 一直到邮差经过的时候 发现怎么有怪怪的情形然后报警 这对男女声称不知道怀孕了 男婴出生的时候也没有骂骂号 也没有呼吸 两个人一下急了不晓得该怎么处理 才把婴儿装在塑胶袋里面丢掉 你有听同事讲吗 有 刘柴先生不想多谈论 8号他在大理区巷弄内送信时 突然发现一户人家门口的垃圾袋里东西怪怪的 一打开里头装的居然是一个婴儿 赶紧报警处理 通人到达现场啊 发现他的小孩啊 已经用塑胶袋包起来 气质在屋外啊 警方调查22岁的王姓女子 住在男友家突然肚子痛 在厕所产下男婴 惊吓找来了男友 两人共称胎儿出生时 没有啼哭没有呼吸 慌张之下 女子拿剪刀剪断的期待 男友竟然将男婴装在红色塑胶袋 当垃圾一样丢在门口 你把男婴儿等到门口 我出来 我出来就叫我车子再走 当事者啊 身材为胖啊 所以说啊 他自己也不晓得 他自己有怀孕啊 而他的家人啊 因为平常啊 有问他说 是不是怀孕 他也说他没有啊 男友还曾经要到妇产科 帮女友拿药条金 被诊所拒绝 两人却声称浑然不知 女子其实是怀孕 男婴身长超过40公分 体重2500到3000公克 将解剖厘清 是死胎后出生 涉及遗弃遗体罪 还是出生之后 因处理不当致死 追究两人行责 记者王毅超台中报道 请不吝cito 欢迎订阅